大家好 我是李毅君 元宵節快樂 其實元宵節呢 台灣人都會去蒼園 然後在這一天呢 也是這個 算是中國年的最後一天就是結束 然後大家呢 就等一等中國過年就是結束的意思 那在這一天呢 我記得小的時候在家裡 媽媽都會去蒼園 但是呢 我的印象很深刻 有一年就是蒼園吃太多 所以希望大家呢 要稍微吃口一下 祝福大家在紅年中 聖聖莉莉 很快樂